在上一节的课程中,我们已经把工具列做了一个完整的介绍 在这一节的课程中,我们来介绍捷径列的使用 如果你是以Admin的使用者进来到我们的网站的话呢 那么你会有一条Admin的工具列 以及Admin本人所使用的这条捷径列 在这条捷径列上面预设有两个命令 一个是新增内容,另外一个是寻找内容 捷径列本身是可以被调整的 我们可以在上面再增加一些Admin本人常使用的一些命令上来 例如说我们可以把安装性模组以及解除安装模组 这两个命令把它放到这条捷径列上面来 好,首先我们先来到模组 进来了以后,我们可以来点按解除安装这个页签 OK,目前我们是在模组里头解除安装这个页签里头 那么要把这个解除安装的命令放到捷径列上面来 方法非常简单,你来到模组这个字眼的地方 旁边有一个加号的按钮 我们来点按一下 当你把滑鼠滑到加号这个按钮上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小字体的提示 它说新增到预设的捷径组 目前我们这条捷径组或者可以称为捷径列 它本身的名称叫做预设 所以我们点按这里的话,它会把这个解除安装的功能 放到这条预设的捷径列上面来 好,点按一下 OK,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解除安装的命令放上来了 再来我们再回到清单 在清单里头有安装新模组的命令或者是连结 不过它旁边并没有一个加号 要把命令放到捷径列上面 除了很多Druple7常用的命令 在它的主要的命令网页上面旁边有一个加号的按钮之外 至于其他没有加号按钮的,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它命令的网址 来把它放上来 我们可以来到安装新模组这边来 然后利用滑鼠右键复制它的连结网址 复制完成以后呢,我们来到编辑捷径 进来到编辑捷径的这个地方 首先呢,它的标题是写预设 表示这是一条捷径列,它的名称叫做预设 也就是在Druple7安装起来后的第一条的捷径列 在这里面呢,我们点按新增捷径 名称呢 安装新模组 网址呢,把你刚刚所复制下来的网址贴上来 不过贴上来的时候要注意到一点 首先我们在这个文字框里面先拉到最前头 你可以看到网址命令的路径已经预设是 你目前网站本身的网址组合 例如说在我的网站上面 它这里已经先预设好了是http-localhost-myduple7 然后你看你所贴进来的网址呢 这里也有http-localhost-myduple7 所以这一段呢,已经重复了,要把它剪掉 同时,这也暗示你说 放在捷径列上的命令呢 一定是我们这个网站里头的命令 你不可以把其他的网站的网址把它贴到这个地方来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做一下网址的调整 目前我们的文字框里头 目前还有一个警字号overlay等于admin modules install 关于overlay这个字眼以及它前后的符号呢 这个是代表overlay的功能本身的参数 这个请你把它拿掉 如果你没有拿掉的情况下,等一下你储存的时候呢 Druple会提供给你一个警告的讯息 把它拿掉 在这里附带一提,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overlay那样子的一个参数 在你的网址上面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overlay等于什么东西 这样子的一个网址命令 假如你把overlay以及它前后的符号通通移除掉的情况下 那么呢,你就会来到实际的网页,而不会以overlay的方式 像我们目前这个白色的视窗,不会以overlay的方式来显示它的网页 回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现在已经把路径修订好了 现在的路径是http,localhost,myduple7,admin modules install 设定好了名称跟路径以后呢,我们按储存 Druple回馈我们一个讯息 为安装新模组已经增加了一个捷径 看一下我们的捷径链,这里有一个安装新模组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从 Druple预设的加号的功能把它放到捷径链里头来 或者取得任何一个命令它的网址 然后自己编辑增加一个新的捷径进来 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是首页管理设定使用者界面捷径 是哪一条捷径呢?是预设这条捷径链 来看一下在这个视窗里头 目前我们有四个命令在这个捷径链上面 新增内容,寻找内容,解除安装,安装新模组 通常呢我会把安装新模组放到前面来 或者呢你也可以把一些不常用的命令把它放到已关闭这一区 例如说我可以把解除安装移到已关闭这一区来 完成这样子的改变以后呢 我们按一下储存变更 再来看一下我们目前在这条捷径链上面有四个命令 其中解除安装这个命令把它放到已关闭这一区来 看一下我们的捷径链 新增内容,寻找内容,安装新模组 至于解除安装呢 由于我们把它关闭起来了 所以它并没有呈现在这个上面 当你想要用到它的时候呢 你可以再从捷径的编辑功能这里呢 把它移上来到这个地方来 捷径链是因人而色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捷径链 很多人可以共用一条捷径链 然后呢不同的人也可以使用不同的捷径链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捷径链本身的管理 我们可以来到面包序这里呢 直接点按捷径 或者呢你也可以由设定 往下拉一点 再来是使用者界面捷径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来到捷径这个管理界面这边来 目前呢我们有一条捷径链叫做预设的 它里面的连结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这次我们再来增加一个新的捷径链 我们点按新增捷径组 把这一条捷径链的名称叫做 编辑群 好然后按建立 OK看一下我们的管理界面 从面包序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目前是在使用者界面捷径这个地方来 那么现在管理的捷径链叫做编辑群 在里头呢它有预设四个命令 看起来这个是从预设的捷径链那边呢 直接把它拷贝过来 也许呢我可能不需要 在编辑群里面呢使用到模组的安装跟解除 所以我把安装新模组把它删除掉 再来我把解除安装这个命令也把它删除掉 现在我们这个编辑群的捷径链呢 上面只有两个命令 一个是新增内容跟寻找内容 然后我们按储存变更 接下来我们可以依据不同的人 给他设定不同的捷径链 我们可以来到用户 然后来到变这位使用者 在变这位使用者的资讯网页里头 有三个页签分别是检视编辑跟捷径 好我们来点按一下捷径 接下来我们为他设上一条捷径 我们给他使用编辑群这一条捷径列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呢帮他增加一个新的捷径列 好我们选择了编辑群这个捷径列以后呢 我们点按变更 现在变已经使用叫做编辑群这一条捷径列了 把管理界面关闭掉 再来我们把admin登出 接下来我们利用ban的身份进来 ban目前看起来并没有他的捷径列 我们还要再把他的权限射出来 所以我们再登出 再来使用admin的身份进来 再来我们来到用户 然后权限这个页签 来到权限这个页签 接下来我们让注册的使用者呢 也可以来使用工具列跟捷径列 如果你要使用捷径列的话呢 记得要把工具列也打开开放给注册的使用者 我们往下拉先来到捷径的地方 好在这边 这里有shortcut也就是捷径 这里呢有管理捷径 如果他可以管理捷径的情况下 那么他可以增加或减少捷径列 我想这个应该不用开放给注册的使用者 再来是如果我们给他的一条捷径列 那么他可不可以编辑这条捷径列呢 既然你要给他捷径列 那么我想让他自己新增 或变更一些捷径命令 我想应该是允许的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勾起来 接下来是他可以选择任何一条捷径列吗 这个我想就不要了 因为编辑群的人 当你是给他编辑用的捷径列以后呢 他不应该重新来选择一条管理系统的捷径列 所以我们把选择这个功能把它移除掉 要开放给User使用捷径列还有一个地方还要再开放 再来我们往下拉 来到Tourbar也就是工具列 就是上面这条黑色的这条工具列 捷径列是挂在工具列底下的 你可以看到工具列旁边有一个按钮 我们可以收盒或展开捷径列 所以捷径列本身是挂在工具列上面 你要让注册的使用者可以来使用这条管理的工具列 我们把它也构选起来 不过你放心 因为上面的这些命令呢 一般来说是最高权限使用者才能使用的 所以当这一条工具列如果呈现给注册的使用者的时候 这些命令是会消失没有出来的 因为它的权限不足 OK 将上面的权限设定设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储存起来 接下来我们再把Admin这个身份登出 再来我们使用ban的身份登录进来 现在ban也有一条工具列上面没有任何的命令是它可以使用的 所以相关的命令都已经消失了 再来这边是ban的身份 接下来有一个登出 再来是捷径 我们有放进来两个命令 一个是新增内容以及ban内容 可是这两个命令都没有出来 这也是因为ban本身还没有编辑内容的权限 如果你把它们设起来以后呢 相关的命令就会跟着呈现出来 我们再把ban登出 关于ban的编辑内容的权限呢 就留给你自己来 试着把它权限开放出来 我们再来使用Admin的身份登录进来 最后要介绍的是 如果你基于某种原因 你想要把捷径列把它关闭掉 也就是说在你的Drupal 7系统里头呢 你不想使用捷径列 甚至于你还有可能呢 把工具列的功能也把它关闭掉 如果你想要这么做的话 我们可以来到模组 接下来往下拉 大概是S开头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Shortcut 这里就是捷径列这一个模组 它允许使用者可以客制化自己的捷径的连结清单 如果你把这个取消勾选的情况下 那么捷径列这个功能就消失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TourBar 也就是上面这条黑色的工具列 如果你把它取消勾选的情况下 那么这条工具列也会跟着消失了 也就是说在Drupal 7里头 就没有启用这个功能 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了 我再来介绍一个 我们再往上拉来到Overlay 目前在Drupal 7里头 预设的管理界面 是采用Overlay的方式来呈现 也就是说管理界面呢 就会叠在你目前现有的网页上面 来供你进行管理 如果你不喜欢使用Overlay的方式 你也可以把它取消勾选 取消勾选的时候 在网址上面你就看不到 Overlay前后这个符号的标记 因为加上了这个符号 Overlay的模组呢 会拿去发现说 这个要使用Overlay来套叠 把什么网页叠上来呢? 把Admin Modules 这一个网页叠上来 因此你把Overlay取消勾选的情况下 就不会再有这个符号出现 然后呢 当你点到任何一个命令的时候呢 主播期呢 就会跳到你指定的命令的网页上面来 OK 关于捷径列的操作与使用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我 我们 是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